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ailwind 今天是第七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今天的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引入我要的字体是这样 咱们在编写咱们自己网站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达到网站的显示效果 咱们需要引入一些第三方的字体 让用户看起来咱们网站 或者说咱们APP更加的美观 一般来说 咱们都是采用图片的方式 但是如果您的文字特别多 采用图片就不是特别的适合了 对吧 也不便于SEO 那么怎么办呢 咱们就需要引入第三方的字体 来增强咱们网页的显示效果 该怎么做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大家请看一下我的知识点 就一个 在项目中加入第三方的字体 加入哪三方的字体 大家请看 Google给咱们准备了非常好的字体 咱们就可以使用 马上开始 这个也许国内的朋友访问不到 有点遗憾 好 大家请看 我把这个屏幕稍微放大点 大家请看 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对吧 然后这是选择语言 然后我看应该是有中文 大家请看 中文 中文分成香港跟中文 现在已经是 香港是纯中国 好 大家请看 这里面出来了 这里面出来了各种各样的中文字体 没有问题吧 这看起来还像是毛主席的字体 是吧 各种各样字体 咱们用哪个都行 比如说咱们用这个 是吧 用哪个都无所谓 对吧 然后咱们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字体的样式 选择完之后 这个就是如何input这个字体 因为咱们想把它input到咱们的tearwind中来 所以咱们不采用网页link的方式 而是采用后面 大家请看 后面这个input的方式 把这个内容做一个拷贝 就可以引入进来 这个字体名叫做 叫什么 脂盲星 是吧 脂盲星 OK 就可以使用 好不好 我已经把这个代码给您拷贝过来 您看我的课件就够了 好 就是这个位置 我就把input的拷贝过来 就拷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怎么做 大家请看 首先咱们需要编辑下tearwind的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 当时我在给您建工程的时候 已经给您建好了 对吧 您还记得 应该是在第三期 您可以看一下 如何建这个文件 建完之后 咱们把这一行代码拷贝过去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原代码中是已经有三行文件了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拷贝字体这个文件 试一试 let's go 拷贝到哪 拷贝到咱们工程 把这个拼拍的再缩小 Google真的给您拼用了非常好的功能 当然可能百度有字体 也不错 这个得承认 好 试试 拷贝到css 把打开 大家看 是不是默认的有三行 咱们考到第一行位置 引入咱们Google 给咱们准备的字体 看起来还是不错 我应该把那草书拿过来 那更看起来像咱们老主席 OK 接下来 咱们光引入字体还不行 还得使用声明一下 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还是要编辑咱们的 terwin.config 咱们试一试 terwin.config 然后把咱们的字体注册进来 这个位置 咱们就注册到这字号下面 好不好 咱们叫做 这个我就不敲咱们口碑 叫做fontfamily 好吧 然后我的字体名叫做 大家请看 叫做commafont 行吧 然后后面指定 这个可以指定多个字 我只指定了一个 叫什么 知盲星 咱们就用它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咱们名字叫做commafont 那么怎么使用 往下看 大家请看 我上期给您讲定制的时候 我曾经给您做了一个口妈大字体 叫做comma big 对吧 今天咱们叫做commafont 用这个方式 就能够引用到它 咱们试上一试 马上开始 拷贝 最近有朋友说 课程老超时间 咱们尽量三到五分钟 考到这 小马大字体的位置 把它替换掉 替换成font 减commafont 然后再加上小马大字体 好不好 好 咱们看效果 注意看 够 没出来 刷新一下 还没刷 还没刷出来 说明后台需要编译了 稍等 后台 存盘 清下屏 因为咱们引入新字体 后台看来是需要编译一下 OK 编译完之后 咱们就能够看到效果 如果看不到效果的话 就说明我哪个地方设的不太对 大家请看我屏幕右下方 现在编译的进度是38% 我先看看 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没设对 Family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然后恐怕Beal也都在 都在 应该没问题 再试一下 大家快看 我就说没问题 出来了吧 叫做小马大字体 而且设了真正的一个 第三方的字库 对吧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 大家注意看 它确实是字体 可不是图片 然后咱们再给它加点颜色 都没问题 咱们加点颜色吧 既然咱们就说到这了 加点颜色 比如说 咱们再给它加一个 Text 然后 咱们用上期的 Portostrap的颜色 咱们上期不是定位几个 Portostrap的颜色 加上一个Success 刷新之后 大家请看 是不是就变成了绿色 好不好 OK 这个呢 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咱们呢 成功的在咱们项目中 引入了第三方的字体 也是非常的美观 咱们网页更加的好看咯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代码呢 非常简单 您可以自己试一试啊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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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